玉溪地区农会加正班 29号洗手做羹汤 大展厨艺的功夫 参加农会举办的 2020五花八门米食料理PK赛 以米食或是米骨粉为主要的食材 创意料理出一道道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佳肴 现在透过镜头 带您一块来品尝 玉溪地区农会总干事蔡宗翰 理事长崇文光 常务监视陈景竹 以及镇长蔡丘龙 共同推开竞赛大门 2020就爱玉里米 五花八门米食与在地食材 创意料理竞赛正式开始 加正班姐妹们在推广中心 大展厨艺功夫 姐妹互相交流 一些手艺 大家能够学到 更有挑战性的这些手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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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总共有16个加正班参赛 以米食或米固粉为主要食材 创意料理出一道道的美食 理事长陈文光表示 推动食米教育的理念 以及健康饮食教育 提升加正班对米食文化的知识 都会来参加加正班选习第二专场 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元素 有陶瓷 叉花 米食各样都有 最主要能够增进 皮脂间的感情 而且他们这次办了五花八门的米食比赛 借此也可以 借机会推销我们一里米的特色 也把一里的米食把它花样光大 由业界名厨以及农政单位 共组的五人评审团高规格的评比 加正班姐妹们也不是省油的灯 发挥创意巧思 以精湛的厨艺变化料理出了 一道道美食佳肴 作品令人惊艳更是创意无限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年度的机会 感谢县政府跟公署他们的一起的合作 那我们让大家在这个时候 展现他们的学习的一些手艺 互相也有看一下说 哪个家政班有拍的 有不一样的创想跟发想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主要品牌的项目有两个 一个是米食的竞赛 一个是米股粉的竞赛这样子 激烈的米食创意料理PK赛 在优胜的前三名农会依序颁发冠军两万元 亚军一万五千元 季军一万元 家座五名颁发五千元 以及六名的优良奖颁发三千元 总干事蔡宗翰肯定也感谢 家政班姐妹们的支持 也希望借此创造更具预悉特色的米食料理 提升玉丽米的知名度 记者食欲栏玉理采访报道